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来到我们这个股市之宝 那我想今天这个行情是算是一个震荡盘 那当然在整个最近这个涨了很多 当然这涨了很多了 最近这几天你看到涨最多的什么中天 核一 爱普这种都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拉回 涨太多了嘛 对不对 涨太多了 所以也不用说太过于大惊小怪 因为这些股票啊 说真的是涨到天上 可是你发觉到呢 这个中天核一 这些涨多的股票 爱普它拉回 对不对 可是你回过头来 你可以看得到 有很多开始已经怎么样 你看看 对不对 很多已经怎么样 像那5G的 已经开始落后补涨 对不对 我之前跟你说的 什么泰塑也是一样 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另外看到什么 这也真早就说了 真早就说了 值得善为永贯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多加一个四季纲 我之前有讲过 对不对 值得善为永贯 这叫什么 小鹰的最爱 小鹰的最爱 对吧 那最近开始在涨这些 所以基本上这个行情啊 它是一个轮动 我之前就跟大家说 一个多头行情 你不用去担心 最主要的是涨多了 对不对 中天核一 你哪有可能说买 对不对 你那种股票过两天可能上去 上去的时候真的 你就看他表演就对了 所以那种已经也不是我们一般人了 可以去 可以去 你要去抢当然是可以了 可是我是觉得怎么样 你宁可去开始寻找一些怎么样 一些所谓的怎么样 像这个 像这种 对不对 你看看 已经开始 今天你看看 已经开始涨这个5G了 对不对 所以我陈老师之前跟大家谈的 包括一些所谓的怎么样 低成本的 这种概念 你说一定要有 很多人在看钩 比如说陈老师啊 那企业很多 我就不敢买 对 我说你不敢买啊 那你拉回来你应该要去布局一些怎么样 新的嘛 什么叫新的 对哦 你看看 像这种 就一直落后补涨嘛 对不对 你看像我前两天 我不是跟大家讲吗 涨太多了啊 涨太多了 对不对 你看看像这个 对不对 所以我陈老师有时候 我跟大家谈很多东西的时候 很多人说陈老师啊 股票有的涨了那么多了怎么办 当然以现在目前 现在这个情况啊 各位投资朋友 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今年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当然它主流还是会在生计上面 为什么主流还是在生计上面 因为第一个生计它整个族群 因为生计它整个族群 就是它是符合今年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它就是 较小肌嘛 然后呢 它就是股本比较小 那当然今年来说的话 你说要讲基本面 其实说句很实在的话 都不好 都不好 有的碰风的说怎么样怎么样 我是觉得都不好啦 台积电是什么 是什么顾国神山啊 是什么 我是不爱买台积电 我是不爱买台积电 那当然有人爱买台积电 那是可以的 我是不太爱买 那我比较喜欢买一些比较活泼的 所以像你看看 像这个股票 你看看这个 你看 我只会举个例子 才9.3亿 股本那么小 9.3亿 长成这样子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今年一个特性 你就不用去想那么多 就是今年的特性 真的你想也没有用 你看像这个 侯阿颂 我是不是讲了很久吗 侯阿颂 红色 我这时候会不会再涨 你看他一个条件是怎么样 他一个条件是怎么样 2.9亿 还不到3亿的股本 还不到3亿 你永远要记住 我跟你讲的一些新的东西 对不对 我陈老师我在这个地方 我一定有我的道理 我当然有我的道理 我当然是有我的道理 我就跟你讲 像这两个 虽然这涨很多了 我说这个高利 红康 你这要注意 因为股本都很小 而且这都 我个人认为 这个搞不好都下一波的主流 所以我认为条件好的很多 但是你现在目前来讲 当然我个人还是认为 生肌类股在未来 它也不会死 你也不要去想 因为生肌类股 它是一个天时地利的一个族群 你不要一直认为说 这个中天合一中错 怎样怎样 当然这是因为 有人就没贪到 有人没贪到 吃不到葡萄 就说葡萄酸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行情 它本身就是会震荡 对不对 它来到这边 只是说你怎么样再去寻找下一个主流 那当然以现在目前来讲 这个结构它非常复杂 所以为什么复杂 因为今年真正的生肌类股 它绝对可以说是 我是No.1 为什么 因为它的先天条件太好了 所以一个生肌类股 第一个它的族群是很完整的 我这样讲 生肌类股它基本上 我们说打仗要一个部队 打仗啊 你不要去看它什么基本面 打仗就是一个部队 那为什么 我刚刚跟大家讲 就是说你要知道小鹰爱什么 你就知道你爱什么 小鹰爱什么 小鹰爱什么 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 你不要说这个小鹰 小鹰爱什么 就像五则天 五则天 五则天爱什么 那当然不见得是五则天 自己会去 下面的人就会怎么样 下面的人就会是揣摩上意 揣摩上意 上意 这跟以前的方帝是同样意思 小鹰爱什么 所以说你会发觉到 小鹰爱的东西到最后 都一定是成为怎么样 大家所力捧的焦点 但是这些力捧的焦点里面 真的还是以生机类股为主 为什么这样讲 第一个 我们先来分析小鹰爱什么 小鹰 各位投资朋友 你发觉到小鹰绝对爱台积电 这就是一个族群 小鹰绝对是爱台积电的 爱到不行 小鹰每次新上任 他一定会去拜访张忠谋 一定会去拜访台积电 所以举完台积电的所有概念股 这个绝对怎么样 未来还是上去还是这一群 所以小鹰最爱吧 小鹰最爱 女人最爱什么 小鹰最爱什么 这个你一定要去了解到 这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我才好是讲真话 其实这个女人跟这个男人 你不要看小鹰 小鹰现在就跟个男人一样 他现在这个是霸气 这男人跟男人不一样 男人跟老变男人 男人跟老变男人 这阴阳五行 这女人 女人到老了会变成男人 这女人到老了变男人 这男人 到了老了会变成女人 这中间的分水岭 大概就是差不多 可能就差不多六十回 五六十回 更年期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女人 过了六十来拉近 这女人过了六十会变成男人 爱强 爱强 这男人 如果过了五十一 变成男人 你知道吗 变弱 我讲话真的 我不会骗你 你不要说 所以这男人 在二三十岁很强 这男人要过了五十岁以后 变成女人 变成女人 所以你看到很多大企业家 年轻的时候 哇很多的这些男人 你看他过了六十以后 小风都在家 那你看这个女人很怪 这女人一过了六十 变成男人 那这小英 现在就是 像这个风队 那基本上你就是要去分析了 这个小英他爱什么 第一个他绝对是爱台积电 因为什么 因为小英 这个就是一个很主观的 你不要去想 你要看小英 他这过去 所以他下面的人 一定都会去怎么样 下面的这些财政部 这些所谓的财经专家 下面的这些 所谓的主力大户 跟着民进党的 这些所谓的金主 他们第一个 一定会去寻找怎么样 台积电 因为台 你看台积电涨那么多 所以台积电是一个族群 另外一个绝对是生计 小英也爱生计 因为生计英国国以前 就是生计的 他本来 他就是小英之前 就是因为终于浩鼎案 被国民党打过一次 所以你就知道 小英跟生计 小英跟生计是 这个离不开的 离不开的 离不开 所以你看看 像包括中天合一 包括终于浩鼎 包括这波的生计类股 小英爱生计 比爱台积电还爱 小英爱生计 比爱台积电 因为英国国的关系 当然他是 根深蒂固 他台积电是为了要 小英爱台积电 是因为台积电 可以帮他选上 但是小英爱生计 那是骨子里在爱生计 骨子里 小英骨子里爱生计 骨子里在爱生计 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小英也爱什么 小英也爱什么 这个就是标准的 这叫小英概念 这个就是叫做小英概念 这叫小英概念 所以你看看 这三个族群之外 其他的小英不爱 你很少看他去 touch到那一块 你很少看到小英去 touch到那一块 所以小英 小英有所谓的小英概念股 所以你看小英概念股 生计是不是最会涨 也是最能涨 但是生计它涨到天上了 它涨到天上 现在休息了 然后你看生计涨完了 是不是换成什么 换成小英的第二爱 台积电概念股 台积电概念股 就分很多了 什么一大堆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然后你看这个两个现在都涨完了 小英的最爱生计类股 小英的最爱台积电 台积电概念股 然后接下来你看 这些涨完了 现在换这个小英的所谓的小英概念股 叫做值得上为永贯 那现在我要跟你分析这三个小英的最爱 这三个小英的最爱基本上也各有强弱 以最完整的阵容跟最容易标的 还是会再生计 还是会再生计 所以生计要拉回来 以后上去还是它是最强 我不是叫你今天再去买中天合一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看谁 你要看生计开始 你快买了 你快买了 我都快买 你为什么小英的最爱 小英 我就跟你说 这女人过了60变成男人 男人过了60变成男人 这叫阴阳五行 这个叫阴阳五行 男人过了60变成女人 女人过了60变成男人 真的我不会骗你 所以你看你现在早上 你看到外面的 欧巴桑 大家的经历都这样 你看那女人很多出去 那老人 你看那女人很多出去 都也在家 你看柴子出去 跳舞 广场舞 你看都女人 这女人过了60变成男人 所以小英 小英 小英现在是女人 真的 你看郭台铭现在变成男人 郭台铭 60变成男人 对 60变成男人 变成男人 这就是怎么样 这就是阴阳五行 这叫阴阳五行 阴阳转换 转换 所以这男人 我跟你说 老子 很浅 像男人 很浅 以前都很温柔 如果过了一个岁数 变成男人 这男人本来都很浅 很强 过了一个岁数 变成男人 这男人 要过了一个岁数 他变成女人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个叫阴阳五行 这是真的 所以股市他也会变 所以你也知道 什么东西他也会变的 那现在升级链骨 要涨到这边了 当然他会休息 他会休息 那另外一个台积电概念 股也是小英的最爱 也是飙啊 飙到无法无天 最近也是台积电飙啊 所以现在飙到什么 现在飙到什么 值得尚为永贯 值得尚为永贯 这个是一个 所以很多人就来问 我陈老师 这个这样子的话 我接下来要去寻找 什么脉络 没有脉络 唯一的脉络就是买 要买什么 陈老师今天 我给大家几只股票 给大家几只股票 我跟你讲 生计还会涨 你信不信 一个33一个41 这生计类股 还会涨 还会涨 这生计 我不会骗你 真的会涨 你不要问我了 好不好 你不要再问我了 一定会涨 这是生计 那这33类股 这也是小英的最爱 我跟你讲 这两只 你就来拿就对了 而且这两只 各位同志朋友 你看这几个字 我其他的不要跟你讲 就这几个字 我讲话 人家说 陈老师真的会这样子吗 你慢慢看 你慢慢看这两只 你看我那时候讲你也不买 这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到现在一倍了 三个月前到现在一倍了 三个月前到现在都讲过一倍了 三个月前到现在一倍了 都是三个月前讲 三个月前讲到一倍了 三个月前讲一倍了 各位 都一倍 都一倍 所以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要开始 要开始有点注意这个东西了 那为什么 你以后你有一天 你会发觉到说 陈老师讲话很 很好玩 但是我讲话里面 不只是好玩 我讲话不只好玩 也很好赚 为什么 因为我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你知道吗 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你谈到 说这个力旺是基本面多好 疑疑基本面多好 这个力气冒零ky基本面多好 心向优群基本面多好 原相精彩基本面多好 我不能跟你谈这两只基本面多好 我只能够跟你讲 他会长 那为什么这两只会长 我就跟你讲 生计还会再长 你拿到 代号拿到就对了 你就买就对了 那他有什么消息 那另外一个 三三类股是什么 三三类股是什么 你就来拿 各位投资朋友 我当然有的到 另外各位投资朋友 我陈老师常讲 很多的东西 我们当参考 参考啦 不要认真啦 小鹰的最爱对不对 这是不是小鹰的最爱 来拉近点 那叫上尾 九点三亿 九点三亿上尾 不要说我没讲过 不要说我没讲过 这张纸都快烂了 不要说我没讲过好不好 不要说我没讲过 这张纸都快烂了 这次叫上尾 我不要讲永冠了好不好 永远的冠金 最大尾 我都说过了 没买虚味我也说过了 这支叫最大尾 最大尾 好 我今天给你介绍 这支叫第二大尾 绝对是小鹰的 下一支的最爱 来看一下这边 这支叫最大尾 这支来小鹰的最爱 这支叫最大尾 最大尾 小鹰现在变成男的 要注意这个问题 很霸气 现在出来都霸气 以前小鹰我说 三四十岁也是很温柔 现在霸气 为什么 男生过六十岁 男生过 你一定要记住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问题 对 你看那个年纪大 你没看到年纪大的 夫妻到了年纪大 都是老婆讲话 年轻的时候都是老公讲话 有没有 有没有吧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吧 对哦 所以你看现在柯P 怎么敢说话 都不敢说话 对吧 柯P 你拽柯P就等于拽他拽他母 对吧 你看以前的阿兵 到后来都不敢说话 哎 我讲真话啦 好那这个是上尾 这个最大尾 这个最大尾 我今天跟你说 对象你的最爱 你自己看我不要念 我们来当参考就好了 你不要买 绝对是未来的国家队 我跟你讲 这个叫最大尾 我不是叫你在追啦 你追这干嘛 你反而回来 你要买点生计 你不是在这边追啊 来算算类股 好不好 先看一下 这一支支构表 二四类股 你小心最近二四类股会开始动 二四类股最近你要注意 要开始动了 要开始动了 甚至包括鸿海集团 我跟你讲的东西 你要一直放在心里面 我当然有消息 我怎么会没有消息 包括鸿海集团 它也会涨一点 也会涨的大概三到五成 鸿海不得了 鸿海能够涨到三到五成 也不得了 那为什么 因为最近就是怎么样 涨多了休息 所以你可以慢慢看的 像5G 我们是跟你讲 这也会涨 被动元件拉回来 也要开始注意 华兴科国具的这一些 不要再讲 到时候没买到 追追追 一直追 追到最后 陈老师 我就追到最高点了 泰塑 要赶索一下 你看今天 鸿海也起来 泰塑鸿 骑鸿 这不都5G了吗 你看今天为什么都强 你看鸿海今天也强 接下来被动元件也要注意 甚至连鸿海概念股 这之前没有涨的 鸿海概念股 你们看最近的GIS 最近的金顶 已经做前锋了 各位 今天这些股票拿到就对了 二次类股 快买 我跟你讲 这个是好不容易 我跟你讲 二次类股搞不好 还有小英的最爱 你今天 我跟你讲 你这份资料拿到 听陈老师的 把这份资料拿到 这次生气类股 拉回来要记得买 这两份资料 固若金汤 伟大在上 今天这两份资料 把它带上 我陈老师再跟你讲一遍 这个行情 各位投资朋友 你不要等到 真的又开始大涨了 哔哩巴拉 哔哩巴拉 又开始生气 又开始大涨了 陈老师啊 我猜 我猜 都没有买到 我怎么明天开始生气 各位投资朋友 你不要再问了 我想生气类股 人那是不定了 我跟你说 生气 人家接下来 这疫情你也会结束吗 我看这疫情还找得很 生气还有得飙 那真的是小英的最爱 所以今天我跟你讲 这个还有的 你不要等我打开 好不好 你不要问 陈老师这是什么 健衙 你不要跟我乱 陈老师这是健衙还是顺耀 各位 你就 各位都是没有 你就把它带上好不好 这样有清楚吗 另外各位 你看最近最大尾 来我们看看最大尾 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这份资料 你这边看清楚了 有没有看清楚了 二四类股 好不好 都还没开始 今天两份资料 今天送给大家 我跟大家讲 趁今天拉回 你来要 那就对了 你不要说像昨天涨100多点 你来要 你来要什么 是不是这样子 你当然是趁今天拉回 你来要 这种行情本来就大多头 你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第一份资料 第二份资料 各位很重要的 赶快来索取 好不好 那等一下电话 拨进来 绝对是 明智的抉择 好不好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对 正新经济 大家一起来 全球抗疫的时代 我们帮您创造新的财富 振兴方案大放送 帮助您在故事中 找到您的第一条经 顶页同步 靠近专线02 报113366 报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资助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投资的制胜关键 85113366 全球财经台APP 直播选播随点随看 财经资讯一手掌握 搭乘捷运照看不悟 改变收拾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各位投资朋友 一定要记住陈老师所讲的 好不好 小英的三大爱 台积电嘛 那就台积电概念股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小英的骨子里爱生计 他们狗狗里玩你就知道了 生计嘛 以前又终于好庭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小英是很爱生计 所以生计还是要注意哦 有的老师不要一直骂生计 还会长哦 那另外一个就是 值得上为用冠 永远要记住这个东西 你不要说你爱 小英不爱 你买一些股票你爱 小英没爱 对不对 你是在买什么 所以小英爱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概念股 大家差到这样 台积电小英常在拜访啊 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讲得很清楚啦 生计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各位 这个一定要来要 有没有听到 一定要来要 上为 好不好 今天 伟大在上 好好把握 谢谢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有些人 有些人 很多人 来 可